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一英文一起读 这是Stanley New Zealand的Stanley 我每次都差点口误成了Australia 你不是在澳洲 你在纽西兰 纽西兰的Stanley 推荐给我看的一个报道 我看了觉得蛮酷的 我们来说说看 说的是一个核能的飞机 他干脆不叫自己飞机 他叫自己Flying Hotel 会飞的Hotel 他能够在空中一直飞一直飞 然后能在5000个乘客 而且他重点在于 就是他Zero Emission 他零碳排 天下蛮屌的 我们就看一下 这边的一些有趣的事就好了 我觉得前面讲的就蛮废话 总之就是一个video 这个video算是那种概念性影片 我相信你看过不少 我也看过不少 就那种有的车 然后只有两个轮子 好像很厉害 然后还超级的 能够翻来翻去飞天遁地的 然后殊不知那都是人家弄出来的概念影片而已 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这样的车子 所以这边是concept video 他叫自己sky cruise 你想说 cruise这个字不就tom cruise吗 对不对 所以cruise这个字 当然是tom cruise的信 可是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巡航巡洋的概念 OK 巡航 OK 巡洋舰的巡洋 所以这叫做cruise 所以去度假 所以有一种度假的方式 你知道台湾有个立新游轮有没有 所以从是不是基隆 还是从淡水那边出发 然后那就是cruise OK那就是一个cruise ship 所以多半上面就是什么都有 然后你可以度假 甚至可以赌博 然后看电影游泳什么这些都有 好所以cruise 所以他叫自己sky cruise 那他是一个超大的flying machine 可以carry5000个passenger 我应该用英文念 so a giant flying machine that can carry5000 passengers and has all the luxuries of the world 所以有世界上所有的奢华的东西 所以这个字叫做luxury 那有x在里面 其实他的发音往往是abcd 那个字母g的发音 所以你不用把这个字念成luxury 你念成luxury就可以luxury so with all the luxuries of the world 那这个影片呢 已经就疯传了 has gone viral gone viral这个我们不用解释 太常干到了 so the video has gone viral on the internet sure 然后他说嗯可以 然后他没有carbon footprint 这个字应该没问题 就碳足迹 alright 好然后呢 我们来 这边有几个reference 我想要讲一讲 那你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你先听一听吧 so the concept of a floating world in itself is not new and has been described even in Jonathan Swift's works from the 18th century 所以一个飞行漂浮世界的概念 so the concept of a floating world 这两个字先说一下 一个字要float 另外一个字叫做drift 其实你中文讲都叫做飘 可是写起来也不一样 一个是飘在水上的飘 也就是这个飘 就是没有沉 叫做float OK 所以你能不能够在水上飘着 不会沉下去 float 一般人都会吧 你只要闭个气 然后即便全程放松 你是飘着嘛 float 可是如果今天一阵浪卷过来 然后你就飘走了 那那个飘就是这个飘 OK 随风而式那种飘 这样子drift 所以随着浪 然后浪过来 然后把你卷走 然后因为一个momentum 把你推走这些的 这个叫做drift 而没有沉 叫做float 中文都写成飘 其实我们理解错 这个drift这个飘 难道一定得是风吗 因为风自首 风的部首 还是它不是风的部首 它是飘的部首 我觉得中文真的很烂 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个方面 指正我了以后 下面欢迎留言 但不管我讲了两个字 英文字 就是一个是float 一个是drift 所以那个东京甩尾 我们叫做Tokyo drift 就是那个fast and furious 林导演拍的那个片 所以甩尾叫drift 为什么 因为它有方向 对不对 所以飘但是有方向的 叫drift 没有方向的叫做float 这样讲好像好一点点 好anyway 回来这里 所以有一个floating world的概念 它自己本身in itself 并不是新的 甚至在Jonathan Swift的作品 18世纪就有 你不认识Jonathan Swift 我对他也没多熟 可是我看过他的一个 很讽刺的幽默的作品 就是18世纪 你知道就17多多年的时候 那你说哇塞 两三百年纪的事情 对 那他那时候写了些什么呢 他讽刺那个时候 大家没东西吃 所以他就说 我们干脆征收穷人的小孩 来给有钱人吃 就哇 这听起来太 骇人听闻了吧 可是他就 煞有其事 写了一篇这个东西 那完全就是来 讽刺 这个当年的贫富差距的 这样子 所以他是个 幽默的讽刺 讽刺家这样子 所以 所以他在他的作品中 也有过 floating world的概念 much before the Wright brothers made their first flight 所以这个是远在 你知道莱特兄弟 所以莱特兄弟的英文就是right brothers 他们不是 莱特 light no 他是right 那翻译的关系就翻成了莱特 soright brothers 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那而且你也大概知道 日本的一个卡通 叫做天空之城 我都不知道 他竟然是1986年的 我还以为他 比那个龙猫 还有更晚一点点 所以 可能他其实是比龙猫 还有更早的 86年完好小 天哪 86年完可能才小二小三而已 好 anyway 所以这边说了 fans of animated movies might have also come across the concept in 1986 Japanese movie Castle in the Sky 天空之城 好 然后来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有 有这些references 就刚刚这些就是一些 不同的references 好 我们往下看 要看一个蛮重点的地方 是这里 所以passengers intending to visit this sky cruise could charter planes or simply book tickets on a commercial airliner that would be able to land on this aircraft oh my god 这句 我刚还没看清楚这句 原来是这样的概念 好来吧 把这句看懂 所以要是你想要去 visit这个sky cruise的话 你需要 可以charter一些飞机 或者你只要 在一个commercial airliner 买张票 那 这个两个飞机 只要能够停在 这个aircraft上面的话 就没问题 哇 所以这台飞机 是可以停飞机的 像是航空母舰一样 只是它是一个航空空舰 不是航空母舰 也是母舰 只是飞在空中 所以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字叫charter 什么叫charter 就是我标题里面说的 包机charter这个字 所以如果我们讲说 charter加个ed charter flight 就是包机 因为它是背包着 所以用的是加ed 如果今天有一个 包游览车出去玩 那那个就叫做chartered bus OK chartered bus OK 没问题 charter 那不要把他跟另外一只 搞错叫做chart chart是什么 那你可能 比较熟悉的是图表题 叫chart 像例如说 雅思会靠图表题 第一个写作题目 那他可能考的是 像例如说圆柄图 叫pie chart 我们打一下好了 所以pie chart 还有什么样的chart 曲线图line chart 柱状图叫bar chart 因为它是一条条的bar 那甚至有可能是混在一起的mix chart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chart 我们漏掉 好像大概这样 可是他除了考chart之外 雅思还可能考diagram 就是一些图 像例如说 一个机器怎么运作的 这边倒什么东西 进去那边会出来什么东西 一个diagram 甚至有可能 还有一个chart 想起来的flow chart 流程图 也是chart 所以chart就这么五种 这样子 然后可能考你diagram 还可能考你什么 地图 所以一个城镇 它在几年几年的时间中 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上下做比对 然后你的工作 就是把它描述出来 好 所以chart可以是图表 那医生手上拿的病例 也叫做chart 所以这个patient 有一个chart 写了一些 你的过去的病史 还是什么这些的 你有没有什么pre-existing condition 这个词现在在医学中 常听到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 先前就有的症状 所以以至于 你现在这个病 可能不能被你保险 因为你先前就有症状 导致这个病 保险不理配 这在国外真的是有的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 pre-existing condition 这个词越来越常听到 OK 先前又预先有的症状 pre-existing condition 好 我讲到chart这个字 顺便想到这个字 顺便讲一下 所以总之chart 也可以是病人的病例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 chart如果今天讲成一个动词的话 顺便就可以理解为画图表 甚至可以是写病例 没错吧 所以chart这个字 有另外一个值得补充的 叫做uncharted territory 这么一个名词 那你刚看 我刚讲解完chart了 你大概可以理解什么意思了吗 今天这是一个领域 一个territory 它怎么样 它没有被画出来 uncharted 也就是说今天你在探一个位置的领域 所以像 例如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他就在探索 他在explore一个uncharted territory 听懂意思 或怎么用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 也不见得抽象 总之我就讲吧 科学的发展 像例如说什么奈米的科技 然后我听一个我的学生 Alvis 他曾经跟我说过 我们在奈米的发展上 虽然说是很厉害 现在做到几奈米几奈米 可是总有一天 他们所用的材料 会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 所以要不就是找新的材料 要不就是用一些新的科技 新的技术 来把它那个传递的空间 好像是变大还缩小 我也忘记了 因为太专业了这样子 所以到那个时候 人类对于这个 发展晶片的领域 可能就要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大家都开始在黑暗中 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 Uncharted Territory 所以用比喻性的这种说法 也是没问题的 好 这个词讲了蛮久 但你应该懂 所以你可以Charter一个plane 你就可以自己包机 或者你就直接搭商业用 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商用客机 Take a book ticket on a commercial airliner 波音747或之类的 只要他们能够Land 在这个Aircraft上面 你就到了 Here we go 一旦到了以后 Once on the cruise Visitors could enjoy the views from many viewing decks 你就可以享受它上面的view 从很多个不同的viewing decks Deck是什么 好像上上礼拜 上礼拜在讲解deck这个词 我们讲到 那个时候讲的一个片子 就是All hands on deck 其实你看 我们上这个东西 你可能想说 每天看你的影片 真的对英文有帮助吗 相信我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重复一直讲 那我常跟同学说 你要记单字 绝对不在于你把这个 你跟这个单字相处了多久 你把这个字 Deck deck deck的 然后拿来背 背半个小时 背起来了 明天就忘 后天就忘 大后天一定忘 可是你如果看deck这个字 你上礼拜看过 我讲一次 这礼拜再看一次 可能下个礼拜某个影片 又出现一次 你就会记得起来 所以背单字的重点 不在于相处的时间长 在于你遇见它的次数多 如果宁愿你遇见一个单字 5秒钟稍微看一下 甲板搞定 就不要再记它了 因为你以后 有缘再见到它的时候 你或许再查一次 那就是第二次 然后有缘再见到 第三次第四次 你就慢慢可以把它背起来了 相对来说 你背这个单字背deck deck叫甲板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一副牌 也叫做一个deck a deck of cards 那时候欧雪两个要一起背 不用了 a deck of cards 你遇见多几次之后 你就记得起来了 一副牌 一副牌叫做a deck of cards deck 好anyway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讲的是 on deck 上一上一集 我不知道多久以前 on deck的意思就是 准备好 要来做什么什么事情了 on deck 好anyway 所以这边这个deck甲板 你可以从不同的甲板 来看很多的view 好比说这个什么 disk shaped observation tower built on the aircraft 所以它有一个盘子般的 盘子形状的一个观察塔 在这个aircraft上面 然后有一些餐厅 有bar 它能够去 为你量身打造一些食物 它能够cater to cater to的概念就是这样 也把这个字打一下 ok cater to ok 像如果说我今天我每天的课 每天的这个英文影片 同学说我需要看什么什么的文法 好 我就做给你看 这就叫做i cater to your needs ok 所以x caters to wise needs 这样就是我符合配合你的需求 来做东西做事情 这样就是cater的意思 所以有个词叫做cater 我们把它称为外汇师 就是那个中泡塞的那个概念 因为这就是我去你那边 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饮食 我就煮给你吃 对不对 所以叫做外汇 ok caterer 好 没问题 所以这边有些餐厅跟bar 会cater to food and drink needs 这样子 可以 alright 然后电影院啦 或者剧院啦 theaters啦 cinema这些的 里面都有 听起来蛮屌的 甚至有地方可以结婚 so game rooms for those looking for regular entertainment and even venues for people to get married 所以有些venue地方 让人家结婚用 等一下太屌了 ok 好 然后我们多看一个字就好 就是adapt 不是adapt adapt是调试事应 这个船呢 它是用那个AI来开的 那没问题 which would be so adapt at reading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it cannot only predict turbulent weather but also glide over it 这边这个cater事实上 应该写成两个字 所以我相信这个报道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很缺少proof read but that doesn't matter 不管 好 所以它很会 so be adept at something 所以这个解析词接着是at 就是对什么事情很灾行 ok so it's very good at reading weather conditions 所以它很会去判读气候 以至于它就不只能够去预测 不好的天气 所以turbulent 你知道在飞机上乱流 叫做turbulence right 那它的形容词就是turbulent ok 所以turbulent weather 而且它也可以就直接滑过它 可以来滑翔过去 那就没事了 这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体验到一个 完全没有hassle的一个体验 这样子 ok for the on board tourists 所以hassle这个词就是 麻烦或之类的意思 hassle ok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可以了 我其实本来有点想讲remain这个字 只不过我是觉得可能会讲太多 那没关系 我们下次以后就有机会再讲好了 所以这个船听起来蛮有趣的 我想象不到它会多贵 那似乎也表示着你要离开也可以 因为它既然表示飞机可以在 so planes can take off and land on this aircraft what pretty much means that you can leave at whale 它不会降落自己本身 but you can leave 所以这不是hotel canifornia you can never leave 不是的 you can leave at your own will ok 那下面其实有一些讨论讲的是说 很多人说 no this thing is impossible ok 这个东西是 aerodynamically possible 他们说的在流体力学上这不可能 他们说要有一个超长的跑道 然后让它来去起飞这样子 but we'll see ok 然后强调它的nuclear是讲的是核融合 所以它强调它的power是nuclear fusion 这个字讲一下 fusion这个字就是融合 那也有个词叫核分裂 你知道像我们现在用的核能科技 往往都是核分裂 那个叫做fission ok so there's nuclear fission there's nuclear fusion fusion fusion这个融合这个字 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地方 像你说香港跟台湾 我们的早餐都算是中西融合的 像美而美 又西式又有点中式 所以we havefusion cuisine ok 好可以了 讲到这里真的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